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 也读懂世界 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次讨论过台湾问题 而在如今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 勾连更为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今天再一次地来关心台湾问题 演播室的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 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为教授 欢迎 好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上海社科院 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 欢迎盛主任 好 我们把演讲的时间交给两位嘉宾 在演讲之后我们开启现场讨论 有请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多次讲过 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犯了很多错误 它犯的每一个错误 都是我们加速祖国统一进程的新的机遇 去年八月美国佩洛西议长串访台湾 就这样一个新的机遇 我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大规模军事演训 所谓的台海中线 领海领空 瞬间全部消失 今天四月 蔡英文与麦卡锡在美国会晤 又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四月八日开始了 欢台战备警巡和联合力舰演戏 其中有三个细节特别值得关注 首先 我明确表示 演习是检验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的 夺取制海权 制空权 制信息权的能力 从东部战区发布的精确打击的模拟动画中 陆海空和火箭军等任务部队 从不同的方向模拟攻击台湾的所有关键的目标 而且整个过程通过官媒公开发布 有效震慑了台独势力 其次 我们把山东舰航母 布局于台湾东部200海里的位置 对台岛目标进行精准模拟打击 在台湾东部400海里外待命的美国尼米兹航母 居然连与山东舰对峙的这种勇气都没有 就离开了 长期以来 台湾把台岛东部作为安全区 设想依靠中央山脉的保护 台军可以在这里保存实力 但山东舰航母的存在表明 台湾再也无险可守 三是环台军演结束后 山东舰率领编队中的另外四艘战舰 开赴关岛附近海域 由意在关岛外400海里 而它搭载的这个歼15舰载机的活动半斤 是400到500海里 所以直接覆盖第二岛链的中心 换言之 解放军航母不仅负责 在台岛以东阻击外来势力的干预 使台独分裂势力无险可守 无险可队 同时还震慑第二岛链中心所在地 所以告诉美国人 拉尔布网飞里野 除了军事行动外 中国海事执法编队 在台湾海峡中部水 开展了为期三天的巡航巡查 随后4月12日 中国商务部宣布启动台湾对大陆贸易壁垒的调查 共涉及2455个项目的商品 长期以来大陆处于同胞情 采取许多会台措施 支撑起了台湾外贸的繁荣 而台湾则对大陆几千种产品实行贸易壁垒 导致大陆对台贸易年度逆差高达1000多亿美元 台湾方面还利用这些贸易盈旅 大肆采购美国的武器 试图以武俱妥 无疑我们新时代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已经成型 祖国统一进程已经进入快车道 如何更好地推进这一进程 我正在谈几点个人的思考 仅供大家参考 第一 我们要把我们对台湾的主权和治权进一步做实 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去年八月我军演训期间 台湾的上千个航班不得不取消 这就是我们在行驶 我们对台湾空域的管辖权 今年四月军演期间 大陆海市执法编队 在台湾海峡中北部开展联合巡航巡查 也是这样的行动 而且可以使之更加的常态化 第二 我们多次环台军事演训表明 我们已经掌握了操制在我的 对台海地区的管控能力和风控能力 这种能力本身就是和平统一的有效的手段 都市专家认为台湾生存所依赖的能源等重要资源的储备 经不起十来天的风控 如果美台势力继续昂瀉一起挑战我们的底线 我们可以随时进行这种风控 不久前一位台湾前政要他感叹 他说如果大陆军演不是三天 而是七天 而是十天 图子发出最后通牒 要台湾进行政治谈判 这不就是1949年的北平模式吗 确实如此 以武处统兵临城下 北平模式我认为已经基本具备了实施的条件 第三 其实除了北平模式 学界不少人也在探讨以武处统的西藏模式 也就是和平手段和非和平手段并用的西藏模式 就通过一场决定性的战斗或者战役 使分裂势力看到 富裕顽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只能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案 1949年10月1日 开国大典后的11月23号 毛总主席提出 解决西藏一早不一辞 当时西藏当局期盼 英国 美国 印度等能够协助西藏 获得所谓独立 当时我们新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在1950年1月 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 表明西藏是中国领土 宣布西藏当局的所谓外交活动属于叛国 最后这个战役的地点选在昌都 这是进入西藏的门户 然后1950年10月6日 昌都战役打响 一举消灭了藏军的主力 为西藏的和平解放铺平了道路 第四呢 我认为我们要以高度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来统筹祖国统一的进程 不少人认为我们军事上解决台湾问题不难 难在治理台湾 特别如何肃清台独势力和台独思想 其实大陆和台湾实力的对比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背后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上世纪八年代末 台湾经济规模大约是大陆的45% 但是所谓这个民主化的30多年过去 台湾今天的经济规模 只有大陆经济规模的4%左右 如果根据购买力评价的话 估计只有2%左右 我也认为台独的思想没有法理基础 只是台独势力过去这些年 为所欲为导致台独思想在台湾泛滥成灾 但这些思想本质上是泡沫 第五 从文明性国家理论来看 台湾的地缘位置类似香港 属于不同文明之间的节点 这种节点要么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桥梁 要么成为不同文明对抗的堡垒 在这个意义上 大陆2020年颁布的港区国安法 釜底抽薪地制止了港独 这对祖国统一的启示 就是统一后的制度安排 必须汲取香港回归后的教训 确保统一后的制度安排 从一开始就杜绝台独势力 和分裂势力的影响 第六 美国已经把伊拉克 阿富汗 利比亚 叙利亚 乌克兰 等国家搞乱了 无数森林土炭 无数山河破碎 现在又准备以摧毁台湾的焦土政策 来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 我认为我们两岸人民要团结起来 制止这种局面的出现 坦率讲 这一个文明性国家才可能允许 一国两制这种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制度安排 一般的民族国家是无法这样做的 我希望台湾方面 不管哪个政场执政 都尽早开始与大陆协商 一种面向未来的 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制度安排 如果台湾方面迟迟不接受 一国两制的方案 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适时 提出自己的与时俱进的统一方案 最后这些年 台湾成了美国手中 企图遏制中国崛起一张牌 但我们应该通过坚定有利的行动 使美国手中的这张所谓的牌 变成美国手中的烫手山芋 也就是说 每台势力每进行一次挑衅 我们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 就扎扎实地向前推进一步 乃至一大步 直至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